好我开一个录制 昨天晚上偷偷的直播了一下 不少同学都看到了 是吧 我再试这个Wirecast 这个软件的这个推流效果 下周我再试试吧 没试出来 这个东西不是特别稳 导致其实直播起来有些问题 然后稳倒是还好 就主要是因为它这个 它这个这个这个直播软件 最后录屏效果不清晰 所以最后我还是换回了OBS OBS是两重压缩 就它到最后会轻输很多 就如果你们要想 想回头也想去做这个直播的话 我们可以跟你聊一下 这个地方最后 它是5120吹2880 最后它就压缩一次 用那个压缩采样的方法 所以它会更加清楚一些 最后视频 我们也可以看到 最近这几期视频 我清楚很多 对了 今天早上也是蹭了一波 这个周杰伦大大的 这个Moe2 这个音乐的热度 在B站上也是有这个MV的 但是其实我这个倒不关心 昨天 昨天那个 昨天有这么个新闻 你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看 就是那个 孙燕姿 孙燕姿昨天晚上在抖音上面直播来着 就是 好像是在抖音直播吧 我就是看去这个画面 这个20年 初到20年 哎呀 这个 听了我的青春啊 哎呀 就听了我真的是 因为是凌晨回家的时候 就很辛苦了 然后这个回家以后 才开始看这个 看重播 给我看的 我心里这 就它那个音乐 真的有一种力量 就是那种前天是吧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这个 嗯 就是你你你你一听那个音乐 然后就回到当时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还是磁带那个时候 然后 上课呀 什么那种校园生活 小时候觉得特别的无聊的时候 现在觉得都是最幸福的时候 无忧无虑 没有这么多人 这么多事 没有这么嘈杂 是吧 你就听歌就可以了 然后互相借个耳机 是吧 偷偷的跟同桌 呃 两个人一起戴个耳机 是吧 哎 这个感觉真的特别好 然后那夏日的午后 是吧 慵懒的阳光 油腻腻的这个故事 是吧 就这种这种 对 真的挺好的 然后 包括音乐真的是很有意思 你一听一下就回到那个时候了 就感觉跟穿越时光似的 好像就正好 激起你脑子里边 陈锋的那个 咱所谓像陈锋的记忆 也好 陈锋的画面也好 一下就回去了 就特别的 特别的 特别的不一样 这个我真的是听 尤其孙健兹 我没想到他 他 他现在这个岁数了 唱歌还是这么好听 真的 这 就是声音 哇 真的是青春 而且特别低调 你知道吗 他也没有放到什么 他要出个公告什么 做个抖音直播 跟龙永浩 真的 我什么也不干 我就听一下 真的 真的特别棒 结果也 没听上 然后在抖音里边刷到了 无意间刷到了 感觉特别的激动 好吧 这个 我们今天听歌吧 你们倒挺随意 今天我们得把那个音乐讲完 另外呢 这个吐一吐苦水 是吧 上一期苦水吐了1000多 然后这个一个 你看4月17号两个月 吐了1000多播放量 这个21个小时 就吐了500多播放量 看来你们还真的是 不太关心我吐不吐苦水 主要关心八卦之类的事情 我估计这个视频 被转了很多 我自己的朋友圈 两个都没敢转 就是两个 两个号的朋友圈都没敢转 我怕回头人家战库的这个人 看完了以后 心情不好 觉得我这个背后说人坏话 不不 背后说实话 然后这个有损商业道德 然后昨天 视频下了以后 就播完下了以后 就我们几个同学也是跟我说 然后包括我的几个老师也跟我说 说我太胆大了 怎么这么乱说呀 这个就憋足了 不跟战库合作了吗 我觉得按这个尿情来说 现在来看也没什么好合作的机会了 就是人家也不会跟我们合作了 索性我就破罐子破摔了 是吧 就是基本上就 就就就就就就就对对吧 这个小人的嘴脸 就我一直没觉得我自己什么是道德模范 小人嘴脸就这种 哎 觉得用不了你了 咱就索性撕破脸 也不不不顾一面子了 就这么说的 而且其实也没说什么 就是我们把这里边的话 每一段话都可以拿出来说 我每一段话都能都能有证据 或者证人的 我没有瞎说 就是我都没有瞎说 就昨天这个里边 就是你只能说我这人什么都说 然后大嘴巴 但你不能说我骗人是吧 不能说我骗人之类的 好 对应该买买卖不成人意在 但是现在这个 对 心情不好再打八千 就是唯一的唯一的问题 我再补两句啊 唯一的问题就是觉得这个里边 其实那个 那个那个叫 那个叫大Q那个人还挺好的 虽然他这个人估计不太 他不太喜欢我 是吧 平均学校的人他都不太喜欢我 就是但是 这个劲劲的还挺好的 就感觉到是一个手艺人 我这个人是挺挺崇拜手艺人的 就是 而且顺便我再说一下 这个还是补一句 就是有些同学说 说老师 你是不是在吐槽 这个张双的课什么不好 我从来没有 我一直从一开始说 我说帮把人介绍搭线 搭到叫高手 我就觉得人家是个材料 然后我就一直说是吸材 到今天为止还是这个态度 就是 就确实没有不好 但只是有些9块9 99块9 或者49块9 没有他本人出场 而且就是 很多的这个风格 讲这个风格跟我不一样 就是我的 我的态度就是 就是我一直在说讲课这件事情 我跟我们团队也是这样说 我说就算你交给别人神仙下凡的本事 你学完这句口诀就成仙了 就上飞天了 但是如果对方睡着了 那也没用 明白这意思吗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你无论如何 还让别人先去精神 或者是尽可能的能够抓你注意力 尽可能的开心好玩 这是我 这是我的要求 这是我讲课的风格 但我没有说这就对的 百花奇幻什么样风格都有 这个没有对错 就是有的人就不喜欢我这样天天的讲课里边这么多段子 人家就 人家天生注意力就强 对吧 那你就 这就是害 这东西 这个世界是存在我这种讲课方式的 新东方基本上都是这么讲课 对吧 你不能说我这讲课 就是神经病 就臭变态 是吧 就像是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风格而已 应届生找了20天工作了 好累 才找20天 刚刚开始啊 朋友 好 然后呢 我再说一个事啊 就是 再说一个事 什么事呢 这个 我记着我在 哎 我也这么跟你们说一下 但是因为咱们现在来的比较早 后期的时候 咱们这个频道肯定人会很多 我们打算把知识星球至少做三年 至少做三年 话给你们落在这 所以我现在也是把话说到前面 就咱很多同学 他们也知道 我也不跟你们藏着了 咱们就咱们就把这个事都说出来 我之前的时候呢 这个事还挺关键的 听我说了 重点来了 后来我们再说别的事 重点来了 拍一拍拍一拍 说重点了 同学们 这重点了 认真听啊 咱们这作品集点评就是不一样 妈的 这才几分钟啊 就是一三千多人了 真的快 来 我来说一下 这个里边 我有一个 我有一个这个方法论里边 这边讲了一个 对 你们要点评的Sky事件的八卦 我在态度在结尾 这个事情呢 是这当年的时候 在说Sky这个事 就是 腾讯有个大佬 叫什么 我就不提名字了 腾讯有个大佬 在在线点评 喷那个Sky 说他的广告都刷到 他的群 刷到他们腾讯的这个设计师 高端顶级设计 宇宙设计师群里边了 那这个宇宙设计师群里边 他们能看到这个广告 觉得特别不爽 当时我就在想 我说你看 人家为什么 就为什么Sky Sky这个广告刷到这儿 为什么我的学生 我天天说我的学生 跟我关系近 跟我关系好 怎么我的学生 就不帮我刷广告 当时我是见到了 深深的沉思 就我特别的郁闷 我说 哎呀 然后我就 然后那个谁 我也是 我也是让那个谁 让让我们的 出名的工具人老师们 工具人老师们 去Sky那边 报了一个这个课 然后看了看人家内容 然后说真 讲真 说真心话 它内容的更新力度 更新频次很广 很时间长 但是内容的深度 我就不多说了 你们自己也肯定知道 就是不可能 这个真的是不可能 任何人都 包括我们在那也是这样 就是你这么长时间的更新 这么长频次的更新 你还保证 每一个视频都是爆款 这疯了 不可能 这个新闻联播 也不能保证 每一集都是这个精彩的节目 是吧 每一集 这个美国都死人 也不能保证 是吧 那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 他这里边没有那么多的精彩东西 那怎么就这么多人在推广 怎么这么多人在说这个事 我就一直 这是我一个最近期的一个迷 我就说这玩意搞不成 然后我有好多学生在劝我 搞知识星球 好多好多 每一天都在劝我 老师 相思饭圈子这么好 相思饭圈子内容这么好 相思饭沉淀的东西这么好 相思饭战库里边这么多写手 知识星球写手 知乎这么多写手 抖音这么多输出者 你为什么不把人凑过来做知识星球呢 我心情就这么响的 我是认为什么呀 我是认为我们当年在做那个什么的时候 我们之前当年在做那个报道sketch课 我靠我那个报道sketch界面课 我当年我指金交部我们三个人交 那个报道sketch界面课 那讲的就是代交部他们公司里边那些 什么斗国美食里边那个做的方式 指金什么马桶MT的设计方式 指金那个设计风格 怎么拿战股手艺推荐 加上我还教一节什么 就是高端测试题 他包括来带链都讲了 那节课一共就卖299块钱 还是299还是399 399块钱 然后就报了20多个人 你想吧 就报20多个人 然后我们在问学生的是口碑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骂我们 就是这个课没有一个人 但他们所有人给我的评价就是 我说这个课你会分享给别人吗 不可能分享老师 这不可能分享 这东西绝对自己举报 举报登出三连是吧 然后我就 然后我就一直陷入沉思 我说哎呀 如果内容好 他们就不推了 如果内容太好就不推了 如果内容不好 他们喷也不推 那是如何做到像Sky 他们这种 就是刚刚好到恰到好处 然后大家都推 这是怎么做到呢 后来我现在这两天弄完了 我才明白 这哪是他妈的靠内容 这他妈的纯靠的都是这个 纯靠都是利益驱动 我跟你说 他们根本不是因为喜不喜欢内容 我说这两天 咱们这个知识星球 蹭蹭蹭 啪 八百九十九块钱 四百多人了 还在网上涨 每天都啪啪啪在这涨 我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哎呦我靠 这他妈不就是直销吗 真的是 我第一开始放过自己二维码 我现在也不弄了 把这个你们想要赚钱 把这个渠道拿着给你们呢 我想明白了 就是我就负责做内容就行了 你们弄你们自己的东西 我想明白了 我想明白了 真的是 就是我就负责做内容 然后这个我也不跟你们抢入口了 然后你们自己想办法 我才知道他们为什么到各个群里边刷铁子 根本就不是人家Sky Sky让这些他的学生到他们宇宙设计师群里边去刷铁子 根本不是 咱们现在有些同学还闷头在这干这个事呢 啥事啊 哎呦我才知道 是吧 但这事其实是规则 咱们也没咱也没法说 是吧 也没法说 就是这么干的 这没错 我们看一下 对 这个 真的我才知道 真的我才知道 就这两天我才看到 这个知识星球真的他妈厉害 我也不知道 我又把不该说的说了 就是你们回头也可以去干知识星球 但是内容你得够 你别回头骂你 像粹饭的内容很够 就知识星球里边的内容很够 你看看现在我们发的东西 就这一段时间看我们发的东西 就这一段时间 我现在不是想说知识星球里边的内容 包括我们的活跃度 我也不想看 我也不是说这个事 就想说是这儿你知道吗 他们 他们这块有一个叫钱包 这是我这四天来的 就是我这四天来的 就是 就是点这个地方 就是点这个解识星球 点分享 扫描生成二维码 把这二维码分享出去 我也不让你们看二维码 你不用扫我的 分享出去 近一个人 近来一个人 给他 给他反 给他反一百 一百 一百三十多块钱 现在知识星球扣二十多块钱 给他反一百多块钱 话句话说 你只要出去把这个平台推出去 你每天推十个人 你就额外一天赚一千块钱 我的天哪 这 咱有好多学生 咱有好多学生 那个本都赚回来了 来知识星球学东西 不仅不花钱 每天还赚钱 而且我现在也知道 有一两个人 我们那天看了个后台数据 有一两个人 他进来根本就不是来学东西的 就是来这要分销渠道的 生生的一个知识付费的环境 让这帮人搞成这样 我也真是他妈服了 行吧 反正让利 我之前一直说让利 但我没有想过是这样玩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玩 我说他们都这么激动 这两天我也纳闷 我说怎么 这两天天天在我这个频道里边 我因为我从来没看过 这个后台篇包 然后昨天的时候 这个这个 张友老师说让我在我直播间 挂他那个知识星球大维码 我才意识到有诈 这两天我说 我看我的频道里边留言 怎么全是这种 你看 这个什么 想进 想进星球的家我 让利行动 什么如何 给进我专栏扫码进入 想进知识星球的私信我 给我 我给反列 就是我说 怎么这么激动 天天的帮我们做这事 以前也没见过帮我们招生 什么招生 我帮你引流 我没见过这 怎么最近我是讲课内容特别好吗 怎么同学这么喜欢我 去他妈的 哪有什么好不好 只有利 这个世界就是利 没有什么 哪有什么情 去他家的 全是利 我想明白了 想明白了 那你不是 那你岂不是更赚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公开 公的这个钱 首先星球球主不是我 另外我们公开的钱 是留在这里边去开线下分享会 对外推广的 确实现在也 也赚了十几万吧 十几万就这 这这这这这这几天 十几万 但这十几万我们 我们不是自己往自己 我们其实我还不太看上这这些钱 都没花呢 到最后应该是放在我们的线下分享会 然后同学聚会 包括包括这个设备购入 比如说买灯买录像设备 都投在这些什么了 实在不行 咱们就回头做抽奖 就跟我现在这个B站 我现在B站也赚了 也赚了点钱的 都在往里边抽吧 往里边发吧 我想的是这种发 你知道我想的是 就是用大家的钱 然后给大家买一些书什么的 然后买一些抽奖什么分出去 然后我觉得那样 大家大家都本着一个特别的 友好的状态是吧 你们先为我好 然后我买了东西 我再为大家好 这样咱们这样这样 哎一片祥和 原来他妈的这些人玩的方法 是直接就现场给 可以 真的 这个 真的 我才他妈知道 我 真的 片面了 之前片面了 片面了 片面了 确实不懂 我才知道有些同学 他们靠知识星球 一个月能额外收入个 一千两千 我一直都给你们讲 什么知识付费 什么抖音付费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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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做小红书赚钱 什么这那赚钱 片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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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经常在各个群里边混啊 你就拿你的这个推广赚钱 也可以 这叫渠道费 片面了 这样 这你要是 这你要是不光加入像素范的星球 你多加几个星球 是吧 你把这些星球你都推一波 你这 哎 没想过 没想过 片面了 片面了 没想过 我说人家的星球动不动几万人 我说 哎呀 人家内容肯定做的特别好 怎么几万人在这看 这样我也就心 这样我心里也就轻松了 就是我就专心做我的内容 我擅长做内容 推广的事 交给那些愿意赚钱的人去做 他们愿意赚钱 推广也有费用 然后他们就自己做 我就负责做我的内容 这么多年像素范做内容 一直很擅长 对吧 对 所以其实这个还可以 感觉性质变了 还好 还好 走上人生巅峰了 不至于吧 反正我 我知道点什么 我都跟你们说了 就今天我也是跟你们说了 我还不至于靠这些东西赚钱 就你别看我穷 但穷且易奸 不醉晶云之至 你知道吗 我还不缺这一点钱 我要是想 就是 就是实话跟你们说 就最近的这一次 这个作品集班 我们这次作品集班 40个人还是50个人 40个人 40个人作品集班 每个人 每个人7000块钱 还是6000块钱 7000块钱 然后你算吗 这还行 我靠这种 靠本事赚钱 现在还 作品集班都不收人 我靠本事赚钱 我也活得下来 我不需要有靠这种方法赚钱 这个同学们 推广这个事赚钱 你们来吧 我就 我从今天开始 我从今天开始 我不会再放我自己的 那个 知识星球的二维码连接了 我就 就是大家想 想扫我的二维码 你们从外头扫吧 我不用要这个分离 对吧 你们从别人的地方扫吧 从今天开始 我就不会放我自己二维码连接了 然后我会放一些 我们这些 比较穷的老师的二维码 比如说国动老师 什么这些人的 什么记号老师 什么这些老师的二维码 我拿他们二维码 我拿他们二维码放一放 好 继续不在这边多说了 好 这个 摊牌了 为了生存 我都不舍得推 这个其实能赚钱 为什么不干呢 我不跟你们抢了 我不跟你们抢了 我第一开始不知道 我第一开始推 其实不是为了看这个反例 其实我一开始推 就是为了觉得 我想把这星球做活跃点 另外 这个星球这边 星球这边这个内容 我也跟同学们再多说两句 星球这边 咱们既然掏了钱进来了 我最近的 其实知识星球这边一直在回 网页的体验并不好 手机端的体验非常好 包括那个什么 手机端体验特别好 包括我们那个 那个派的端的体验特别好 而且知识星球呢 就是你其实进了知识星球以后 就算是你知识星球的这个内容 你你不你不看 就是你你本内容不看 每个月一次的这个精品课 每每每两周一次的这个 这个同学分享也值得 也值得 就是每个月一次的分精品课 就像是我这次讲测试题 这个精品课 里边一定是实际的案例 然后这种这种这种东西 它是每月循环 就是每月循环 比如说这节我们讲精品课 下一期我可能就给你们讲一些 比如说年薪80万作品级 到底什么样 那我觉得就这一节课 899就值吧 你要是觉得不值 你就自己在外头 你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隔壁 什么什么399学年薪80万作品级去 你愿意看就看 你要找能找到就找到 然后包括什么 就是讲作品级呗 反正我这有的是值这个价钱的东西 逐渐往后开放呗 一个月一次 这种输出频次 我觉得我还是撑得住的 输个10年也够了 对我觉得还是挺值的 然后但是内容输出 还是这个事情 知识星球的具体玩法 我还会在以后跟同学们 专门做一个视频去说 就包括知识星球里边 还会有反例 我们的钱 我们这些钱都会放到知识星球里边做打赏 我们要一个活跃的知识星球 我并不是要这里边的变现 变现我不用这种方法变现 这种方法变现太慢了 我还会更好的方法变现 就是未来知识星球里边的钱 会大量的奖赏 给知识星球里边的高 就是内容输出者 如果你内容输出的好 是由钱奖励的 而事实上我会奖励到 你可以直接就在知识星球里边赚钱 并且你同时允许你把内容翻 转载到知乎 然后减书什么人家都是产品经理 这个其他的地方 你从时我在教你怎么去做个人影响力 现在没有开始 但是未来一定会在 一定会在知识星球里边孵化几个大V 就像是我们孵化成 孵化出林志军 唐媛媛这样的人一样 我还会再孵化几个大V 跟好这样东西 该写文章写文章 该输出输出 我们可以看到像比如像木七 什么大师 这些人都已经被我们拉过来 相思外的几个写手都已经进来了 就包括我们可以看到那个CE青年 就是前两天在战口那边拿手为推荐那个 CE青年是现在这个学习榜排名第一 是吧 给皇冠 就是现在相思外的写手 已经大批子在被 在被我往知识星球里边招 你们跟着他们 跟着他们做起来 包括内容输出者 你们想要粉丝 想要流量 想要个人影响力 在知识星球里边好好发生成内容 能输出内容 同学 别去搞那乌冤瘴气的分享 分享那个事情 让那些只是会做流量的同学 让他们去做盈利 不用抢这个部分的 我们拿内容赚钱更容易 好吧 废话不多说了 我就讲到这 好 知识星球 私信我优惠50 好吧 来我们继续往下说 首先的第一件事情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事情 虽然我不看他的作品集了 但是这块也是 这是我们线上第八期的一个同学 之前被我点评过一次作品集 看这个照片 同学们应该还有印象 之前被我点评过一次作品集 那么这次的作品集已经改完了 改完了以后 我大概其再看了一遍 问题不是很大了 虽然找不到非常高端的作品 这个工作 但是134 123还是能找到的 123还是能找到的 我想让他先去面试 然后并且通过面试的时候的一些录音 然后再给他进行一些修改 所以我们在之前 我点评过很多期作品集 有的是开玩笑点评 有的是这个 就是有的是很细很慢慢的点评 我无论怎么点评作品集 而且我这边跟咱们所有的这个 曾经作品集被我 被作品集班拒掉的同学也说清楚 就是我告诉你 作品集 我再给你念叨一遍 作品集包拒你的原因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 我们不敢担这个风险 你不是没救了 你不是没救了 是我们不敢担这个风险 但是并不代表我就放弃了 你也别放弃 然后就是前两天 我们有一个群叫B站粉丝前线的 这个分队里边 你们去听我 听我去在周日的时候 跟一个同学 线下57个同学 在这骂他 然后我说 你怎么这就放弃了 你怎么这就放弃了 你从不从记者 同学应该知道 我记得我当时在怼他 那个同学现在已经在 已经在手里边 已经有两家差不多的offer 已经定下来了 就重新在被我那次骂行以后 这次又好了 你别放弃 总有路走 我怼你归怼你 说你归说你 你回头再找我照样帮你 我生气是生气在你之前做的不好 但你现在做好了 咱们继续再往前推进 没问题 所以我之前点评完作品集同学 你们要认为 我就是给你点评一次作品集 那算了就算了 那我也无所谓 我也不怎么样的 就是我也不损失什么 反正咱们俩没有钱的交流 你找到工作了 说一句谢谢老师 你爱说就说 不爱说就不说 你找不到工作 你赖不着我 你不能说这个胖子瞎口指挥 导致我找不到工作 你不能这么说 反正我没收你钱 所以后边如果你做好了 你再找我 我再给你推 这不就免费白嫖 这个6000多的这个作品集班了吗 对吧 虽然我现在作品集排了很多了 但是排着 你总是总没坏处 我们之前说过 咱们作品集班里边 有几个同学确实是很好 就是举个例 不是作品集班 就是我们直播点评作品集里边 确实有些同学挺好的 包括你们这里边看的 我这个里边播放量最高的一个 就是我所有视频里边 播放量最高的 最多播放里边 大厂思路 这个东西 这套作品集 就是彭东勒同学 被我看完作品集里头改好了 现在人家就在华为工作 月薪也是25000以上 月薪也是25000以上 这就是挺好的例子 但是后来再改好了以后 我就不在这边放了 就这么个情况 对你改好了 你再找我推进 像这个同学也是 改好了让我再推进 看一下没问题 你再往上走 你别就是改完了以后 上次被骂的 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 我再也不好意思找炮老师 直接删好友 删吧 删我也省心 好吧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我就说到这儿 是吧 再说就太卑微了 就不至于 我不至于是吧 我免费给你东西 我还得求着你 我不至于 你不给我点评 我有的是点评 你不要说 炮老师是不是没做品集点评了 那是初期 现在我有的是做品集点评 这一片一片的做品集点评了 来我们先往下看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上周两个要我点评 应该他是第二个 上周咋下来的 我们今天也是就点评完这两个 好吧 继续往下看 这是作品集班的吗 刚才那个是线上课 线上课第九期的 作品集班的作品集 不可能放在这边展示 他们也不需要放在这边公开展示 他们都是单独一为一的 作品集班的同学都是我们 我们开了一个叫做zoom的软件直播 就这个 你们说老师 在哪可以看到作品集班的 这个你们看不到的 我们用这个 我们买了这个会员了 这个zoom 一年一千多了 就专门拿这个开会议 远程开会议跟他讲 所以这个你们看不到的 除非你在在我这装摄像头 好吧 继续往下看 然后这个赵阳浩同学的作品集 哎 这个同学看过 那我刚放错了 那藏着里边放错了 应该是这个 这个 应该是这个 啊 这个 今天是个好日子 刘伯燃同学的作品集 这个刘伯燃同学的作品集 对 上一个看过了 上一个看过了 我们来 我先 我看之前 我先快速的过一下人家作品集 我顺便说一下 有些同学也是特别的担心 说这个作品集怎么样的 咱们前面作品集点评 包括刚才跟你说 去华为那个同学的作品集 就这边不是像自发的 培训出来作品集 他们只是 就是让我帮我 让爸妈看一下 所以说这里边作品集 如果被面试 运人单位看到了怎么样 怎么样会怎么样 这其实没怎么样 你PDF在外头传很正常 像自发的作品集 在外头传也很正常 就是 你的作品集不敢让别人看 你这里边有什么东西 就真实性别也无所谓 这不是我们 就如果你说 你在乎这个培训经历的话 我首先说一下 在这个 这个公开展示作品集 除非我明确说明 否则 绝大多数都不是我的学生 除非我明确说明 就比如说 你们之间见那个 魏杰同学作品集 我明确说 那是我的学生以外 就是都不是 都不是 有一期是深圳这边的同学 我会明确说出来 不是的话 我就都不是 这个不是 这个我不认识 这个人根本不认识 刘博然 昆明 小米 96年 好小 好小 96年的 小米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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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其实是谁的 这个同学应该还是看了不少的东西 这不是咱们那谁的吗 咱又不认识了 是你的 那这个是咱们上次要说的 对 我是看到这个我想起来 这不是你头像吗 61的 这个我上周也骂过了 好的 那我们就 那我们就不往下说了 那我的作品集 那我把它都往外倒了一些 那我看这个吧 还有的是 那个也看过了 是吧 那个是柳一的 好吧 不是你的吗 你继续往下看 那不是你的名字吗 我们看这个吧 潘少明 可能上面那个也看过 上应该是 上个没点评过 没讲过 应该是您 应该是这个 快速看过 我们来看看潘少明这个 哦 对 柳一同学后来报线下课了 是吧 还是作品集班 我忘了 这个产品就叫有车以后吗 我们这个 这个作品集我们认真说一下吧 然后咱们 也是在这里边认真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种东西该怎么做 什么牧场 但是我们这样看看这个 也是在这里边认真使用 你自己想要看了吗 你有才能的吗 对 现在你们评论 有一个 柳一样 我可以拍一下 我可以拍一下 嗯 这个同学也没少看相似范的课呀 有很多页面其实 其实讲真啊讲真嗯 这种作品集我倒不觉得就找不着工作 我觉得应该还行吧 应该还行不至于找不着工作 对我觉得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找不着工作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但是你要说是 哎就是现在这些东西啊就是套路性太多了 套路性太多了 嗯大概其看明白了大概其看明白了 你的作品集呢呃有有几个点 就有几个点是他的这个核心主脉络的地方 第一个呢就是产品产品思维不足 第二个呢就是就是我直接在这边说吧 我不开Figma了我开拿Sketch做吧 不跟你装这个逼了Sketch写字好一些 就你这个里边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产品产品思维不足 第二个呢就是数据复盘 数据复盘不足 这个会在就这两个东西在你们找工作的时候 会非常的麻烦数据复盘不足 这两个应该是找工作里边比较比较重要重要的 很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数据数据复盘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是没有讲过的 就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找着机会给同学们去讲 因为这个听起来非常的枯燥 无论我怎么开玩笑它都会比较枯燥 但是你这里边要揉入大量的数据反馈东西 说老师我没有这样的东西 嗯数据驱动几乎是这两年的一个最流行的东西 我告诉你现在一共三个在行业里边是特别加分的三个 一个是组件化思维 组件化思维这个数据复盘和产品思维这三个东西 这三个东西是几乎一样重要的 你这三个东西现在而且这三个东西几乎是缺一不可 缺一不可 就是大三实习也要嘛 大三实习不要 大三实习这个有胳膊有腿就行 混软件就行 这个你要想在作品集里边没有这三项 对方看这么多 其实它意义并不大的 意义并不大的 你的风格探索啊 无外乎就是把它做好看了 然后拿出来做好看了把它剃回去 做好看了把它剃回去 这些都是基本分 但没有这些分 基本上就别人就不会学不会选你 好吧 不会选你 那我们一而一来说吧 一而一来猜 他这里边最大的问题就是 全篇没有看到数据相关的信息 没有看到数据的解读 没有看到通过数据进行一些设计的驱动 和复盘 我也不在这边给同学们看了 我就老 我每次给你们展示一些东西吧 你们就一顿截图 然后一顿往上面流露 就算了 就是也不听说东西 我看看 我给你们找一下 找一个 这个上面可能也没有数据这方面确实比较麻烦 就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就这些东西每个公司他会把它当成 你看就这种活动业到达量到达实际到达人数 实际零体人数 新增用户数 期间的活动期间的数据对比 就是别人一定会问你的设计到最后怎么样了 然后包括这里边中奖率多少流失率 就等等的 然后注册期间用户 占种种用户比等等的这些东西 就是这他一定会谈这些东西的 就是这些是你的设计复盘 就是你起码要表达出你能看得懂这些东西 而且你能监测这些东西 你要没有的话 在一些中高型的企业企业 这个就比较费劲了 就你可以说你的东西是编的或者什么的 但是你要能懂 就你看像这种 CAC我们是不是讲过吗 CRV是不是也讲过 咱们之前讲过 对吧 这些东西 包括这里边这些关键词 PVE是吧 总访问页面对这些词 你要懂 你要懂 如果你不知道 或者你连说都没说 这个比较的费劲 数据管理如何做 从零到一 我想讲这些东西 但是前不招村后不招第二的 给你们讲它没意义 等我 对 下周我还是下周 让黎明老师上一节 那个CCD跟他们讲 讲一周CCD课 下周我还是不能上线下课上课 等到下周 三周以后 我会给UI班51期讲 那个时候我看看 有时候就能给他们带一些的时候 你们可以听一下 到时候咱们听一下 因为这玩意儿 这玩意儿我前不招村后不招第二的 给你们讲 我觉得挺尴尬的 是吧 我要是讲慢了 那我觉得其实对于我来说没意义 我要讲快了 是吧 随便找些词网上说 你又跟不上 这个东西只能是系统里边去讲 系统课里边去讲 你冷不丁的跟你讲 我靠我直接说你也听不懂 所以这个事儿也比较麻烦 我就是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我也没给同学们在课程里边讲过数据 数据相关的东西一样 这里边其实一个 这是一个就是你数据这个东西 拿下去看 就是你这里边要有这些东西 数据模型数据流失 然后数据效果反馈 通过数据去 你看数十数据买点 其实我们也是在读这种东西 数十数据买点 怎么叫数据买点 怎么去买点 然后去买点是怎么使用的 然后这个东西最后怎么通过买点 去看我们的这个效果 设计效果到底是否OK 你看 问什么时候什么时间做 什么场景下解决什么问题 这就是一个基础的调研方式 你看这里边就写的非常清楚 你看 你就按这个东西来 就像这两篇文章 你能读你能读一读数据买点 出事数据买点二是吧 数据买点怎么买的点 数据分析方法论是吧 数据分析方法论 就这些东西你去看 决策数什么对吧 这个东西 说老师这个咱们学UI这玩意儿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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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需要这玩意儿吗 这 这两年真的需要 前两年吧 就是咱学UI的时候很多人说老师 咱学UI的需要产品思维吗 前两年咱们不好说是吧 这个需不需要看不好 但这两年不会产品思维基本就滚蛋了 就跟这两年说这个数据思维 老师咱们要懂这个东西吗 这两年说不好 等等过两年就会发现吗 不会这玩意儿就滚蛋了 组件化思维也是 就是你这玩意儿你不会 人家不行不要你了 就跟咱们之前说的老师这个 这个学UI需要P需要学Sky是吗 PS会了不就行了吗 对是啊 但是你现在你不会Sky就滚蛋了 过两年你不会飞个马就滚蛋了 就是水涨船高吗 每一年就这些人就这么几个岗位 然后这么每年都会多新人 然后就这么就这么几个岗位 那怎么办 比呗水涨船高呗 就是还有这么多该死的培训学校 天天给他们教东西 那肯定就完了呗 好首先我先说 这里边说他作品集单页说 这是他的最核心的点 三大三个点几乎在这里边看不到 组件化思维我看到一些 但是做的非常的不落地 非常的不落地 组件化思维不是这么做的 一会儿我再去说 而另外产品思维没看到 产品思维根本没看到 第二个数据思维零 几乎没有 在公司接触不到数据 接触不到数据 那你就别去大公司了呗 那我理解你 上天对你不公 那你就别去大公司了呗 在公司接触不到数据 刚才我不拿 人人都是产品经理的 赶紧看了嘛 你读啊 你读啊 你你读你看啊 然后你你你推进呢 你落地啊 你模拟啊 你要说就是那那上天就对我 是吧 我爸不是王健林 所以我就不成功 那就对算了吧 那就 那去不了大公司不怪你 怪上天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一篇 这一篇是 这一篇是我跟咱们全班同学去 不是全班同学去了 你讲课了 所有在直播里边听课同学们跟你说清楚啊 就这个的排布啊至关重要 这个的排布啊至关重要 我再给你们念叨一下至关重要 就是你们别把这一篇瞎几个排 别把这一篇瞎几个排 这个东西非常的关键 这一篇非常的关键 就是你们你们真的是 呃这一篇是我们基本上跟面试官 我们要要聊个五到十分钟的点 所以这里边要做好信息区分 什么叫信息区分啊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什么东西是该被突出出来的 什么东西是不该被突出出来的 什么东西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表达 咱们认真排一下 你基础设计能力在这一篇这么差 对方就不愿用你了 什么叫做基础设计能力啊 举个例子 我们想要一些信息突出会有什么办法 比如说把它加粗 对有一个 别看内容再教你们排版 好 我用几乎加速度打 比较高速度打 我用几乎吃 我用几乎吃 看看这个 这个这是我们之前讲课的时候 一直都快用的一个东西 这个这个这个 别在那 哎呀我操你们真的是神经病 这个在频道里边这些人是有病吗 你们什么2002年实习了一年 在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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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一年 你们是你们是HR吗 你们是你们是工作是人士吗 听怎么去做设计 在这人家人家的哎呀 真的是 你的作品集会出现排版问题 你的作品集不会出现生命生命问题 你关心这干嘛呀 什么人家今年是两两千年的 人九六年的怎么着 你也变成两千年的了 你的岁数听为做作品集变年轻了 还是怎么的 听这关键的点 哎呀讲排版 那是认真 在聊那个人家人家的人生 人家到底是不是实习的 关你屁事 真的是神奇 真的是真的是 真是皇上不及太监急 天天呢 我操 关你什么事啊 真的是 说那个皇上又跟这个妃子 不能好好行房了 你个太监 你关心这干嘛 真的是神奇 我就看这个东西 认真听这块 这期这个视频很好 我给你们推荐一下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 我不知道 这个我们在讲课的时候 用过这个视频 但是这个视频呢 我给你们 我拿我这个大号 给你们转发一下吧 转发一下 这个挺好的一个视频 就把它转发一下 这个我们在 就是YouTube上的一个视频 讲的很好 它里边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有一本书啊 也说的特别好 就是我 咱们有很多同学 速成来的 所以他其实不太懂这块 但是你稍微看一个 这几句视频 他能让你 就是 让你的视觉提到很多 写给大家看的设计书 就这本书 我真的给你们推荐 你们真的买一本吧 这不是我写的 你们爱买不买 这跟我没关系 因为买电子书也可以 买电子书也可以 好吧 我们来看看这个视频 然后加上这个 真的特别好 我们来看 就把这个视频 咱们看完好吧 这个看完了以后 我们拿这个东西说 因为咱们现在每一个同学 让我看作品及点评 基本上都是这点问题 一共就五分钟 咱们看一下 我们在讲课的时候 就用过这个视频 我们在讲课的时候就用过这个视频 like graphic design web design web design and much more without a well composed layout your work would basically fall apart the key to mastering layout and composition is to think like a designer 你要像设计师一样思考 一个有五种方法需要让你的设计能够检查一下 对吧 能够比较好 是吧 从上面到下面 第一个 接近原则 你要想让你 就是咱们之前说的这个事情 对 让你看这里边太排版 让你想要的信息尽量接近 让你想要的信息 想要放在一个组的信息尽量接近 这是亲密性原则 格塔原理里边亲密性原则 这是一种视觉语言的方式 对你看 包括通过连线 包括方块 都是这样的 第二个留白 就是复空间 这个其实跟刚才一样 留白跟刚才其实差不多 就是我们会给他留出更好的呼吸间距来 让他能够更方便阅读 否则都密在一起的话 你基本上看不明白的 看这里边这个 对其 这个是很多新手经常会犯的错误 对其原则 做得多了以后 你自然就能记得这件事情 凡事都有对替 多拉辅助线 让它产生秩序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为了信息效率而服务的 新手把这个东西搞好就可以了 新手把这个东西搞好就可以了 注意这里边 这是我一会想说的 他那个作品集里边比较关键点 你想要一些东西清晰 比如加颜色底板 放大 加粗 对吧 或者加动画 这是 听我说 你要在做设计的时候 这都是一些手法 脑子要灵活一点 你要做的事情是通过设计的手法去表达你想表达的东西 很多设计师是傻逼你知道吗 请示我说一句委婉的话 他是傻逼 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要表达什么 甚至他也不去想表达什么 他就是纯绘的一堆手法 就知道这个菜刀 知道这个菜刀很锋利 给你个菜刀下山去吧 下山第一件事先把自己给砍了 咔咔咔就动自己冲着脖子砍 要不给他一把带毒的匕首 给你这史上最厉害的带毒匕首 捅人一下就死了 舔一下 咔吱死那了 就是你的脑子也动一下 给你工具没用 你要拿来干什么 我知道你们都看过 人均咱们弹幕里边 人均看过那个什么设计师的 什么写给大家看的设计书 人均都看过这个视频 但你要脑子里边要想一下 你要干什么 这个我真的是很多设计师 他妈不带脑子 我一会给你们看 真的不带脑子 你看对大小颜色 笔重 对 这动动脑子 你要干什么 你看这块 帮你去浏览内容 对不对 先看一个再看一个 为了让别人可以这样按着顺序来 所以怎么着 你看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看不清 然后怎么着 我们要找一下哪个东西 最需要被他注意到 所以把它加大加粗 就是加粗 改成手写体 对 我们后边还有几个重复 我先不说了 你就拿着这块看 这就是不动脑子的作品集 你可以看到 这里边 他这里边用到什么原则了 用到了 用到这个原则用到了 用到什么 我们把一个 就这一篇可能全部都是灰的信息 然后我们会把一些重点信息给标注出来 重点信息标注出来 怎么标注 比如说加粗 加大 换字体 改颜色 这是不是都是重点信息标出 然后他经过自己的认真设计以后 他认为detail是重点信息 他认为education这个单词重点信息 给他专门的标栏 做空间 然后放上面 这不有病吗 他就因为experience 这是重点信息 放大加粗放在这 这不有病吗 什么是重点信息 什么不是重点信息 2019年11月到2020年6月 这个时间日期是重点信息 哎呦我操 我是真的不知道了 这一篇里边什么才是重的 最最重点重点信息 你叫什么吧 你叫什么是重点信息啊 你把这个东西加粗加大加蓝不行吗 不想不想 哎我学过我学过对比原则 我绝对找一个东西 这他妈是外国人做作品集的方式 因为他不懂中国字是什么意思 他还不知道哪个重点不重点 反正挑几个标准就可以了 你说你一个软件技能 PSAS sketch principle 这个关键吗 或者你给个图形化也行 你也不给 就是 我很多人都说 你们自己看看你们作品集结 脑子里边都不想一下 就是 我见这种东西又急了 又急了 对就是我天天的 我冷静一点 不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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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急 喝口零度可乐 压压惊 我就天天见那帮同学 我说你们脑子动 脑子脑子 做设计动动脑子 什么东西重 什么东西清 你想一想 你再说 你啊 你要是觉得 你要是觉得 你要是觉得这个 别骂了 有阴影了 你要是觉得 你要觉得你不太懂 这个信息是哪 你自己拿个表格 先列个表格 什么东西重 什么东西清 你在这篇里边 最先需要让别人知道什么 来我们稍微给大家说一下 就这一篇里边 我们最 我们最先需要让别人知道什么 最先要别人知道什么 第一个 要别人知道我叫什么 很关键 叫什么 它跟照片一样重要 所以这个东西很关键 写在某一个地方 很大大的字 第二个 需要让别人知道我的联系方式 那联系方式 它有两件事情 联系方式举个例子 怎么做信息区分 比如说 我的第二号码太长 怎么办 每三位加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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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它更容易记得我的电话号码 其次 手机是次重点信息 这是重点信息 手机这两个字 变小 变灰 变细 放在旁边 这个东西变粗 变大 放在这 detail放小点 它不关键 是辅助信息 education education 这个东西 时间写上 加括弧就可以了 放虚线 放小的 放在后边 这里边 软件技能 软件技能 这一篇里边全都是文字 有点枯燥了 然后这里边稍微进行个排版 下对齐 下边对齐 对齐 把这个东西稍微往下点 然后咱们再说 亲密性原则 什么叫亲密性原则 亲密性原则就是 这两个是一个整体 把它们俩再放近一点 这两个是一个整体 把它们放近一点 这个时间日期 缩小一点 放这跟在旁边 这个标题放大一点 可以加个logo 可以加个标识 这三个东西放在一起 放近一点 这个是大标题信息 这是一个 这是个段落内容信息 这个东西放近 这里边缩近换行 这个直接放这就可以 没必要换行 缩点文字 稍微缩行一下 Experience不关键 然后放小点 放上面 作为小标题 就是 就是这个排版 这个东西 我真的是排版 排版这个东西 就是你作为设计的第一篇 你给到别人去看 你的自己的个人介绍页 你都不会排版 我怎么敢用你这个设计师 你连基础的设计工 就是我见过很多同学他们 你知道吧 我一跟他说他就不服 说老师 我看过那个 你一个写给大家看的设计书 你让我看我就看了 我看过 看过 然后这篇总是这样 你让我看书 你又没有让我用 我会排好 我就是没排 我这一篇就没认真排 就是我见过很多人 他那个状态真的是 他这辈子 其实就吃不了设计师这碗饭 我见过很多人 真的 现在当老师当这么多年了 有些人到底适不适合做设计师 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就是有些人的状态 就是设计就是一碗饭 就是我现在是做设计师的时候 我现在找工作 我做作品集的时候 我开始认真排 但是我 你一旦让我放松一下 就是我平常憋着我劲 我憋着劲呢 你只要一旦让我放松 我又开始把袜子脱来 抠脚 就是我一定 就是控制不住自己那种 村的状态 控制不住自己村的状态 就是你只要是 你趁你不注意 把衬衫一脱 开始把袜子一脱在这抠脚 一定是这样的 我就是个抠脚大汉 你知道吧 就是烂泥扶不上墙 你要是让我认真做设计 我也能做好 但就是我就不给你好好做 我一瞅不准 我就回去 这种人永远 永远没法当设计师 永远没法当设计师 当骗两年 出来以后 过两年搬砖赚钱 他就干搬砖去了 一点也不喜欢设计 设计也不会给你有什么好的结果的 好想让我做评计 让你好好再骂骂我 好继续往下看 第一篇说完了以后 第二篇 你看第二篇 同样又出现了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叫基础设计能力 基础设计能力 比如说我们就拿这个来说 那这块该怎么拍 就这几个大东西该怎么拍 首先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样东西的时候 你看 就他这个与这个的间距到底要放多大 这个与这个间距到底放大 这三个东西应该放多大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信息层级区分 信息层级区分 怎么叫信息层级区分呢 就是这三个亲密训言则放近一点 这个往下一点稍微留点间距 收留点间距 这个地方也稍微留点间距 左右也都留点间距 这么来的 然后这几个东西 也考虑一下那构图和排版的方式 我举个例子 就这些图里边 哪个图好看呢 这个图不错 作为封面很好 但它跟背景颜色有点融了 而且它这个里边两个颜色放在一起了 不太好看 就是我现在在跟你们讲的时候 听我说 听我说 我现在教你们做设计 我希望在一个作品集里边 我们讲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教你们做设计 什么叫好作品集 为什么有的人作品集拿出去以后 他就几篇就解决问题 有些人作品集 他妈放在里边 就是别人就觉得不行 老师这我他妈也会做 你不会做 你不会做 因为你懒 就这里边东西 它都是懒的 项目介绍这件事情 你完全可以重新做一个 而不是只是把这一篇截图放进来 但是他懒 这一篇运营设计里边 你完全可以重新做一个运营设计 比如说放一个大的徽章 这边做一个小缩略图等等的去做 但是他懒 我就直接放在这一篇的截图放进去了 我直接把这一篇的截图放进去了 就是这一篇的截图放进去了 应该不是这一篇截图 应该是后边还有某一篇截图 不知道哪一篇截图就放进去了 就是你要是懒 就没办法了 我教别人 就是我跟张元老师 我们俩教课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张元老师教课是事无忌细的去教 叫一言不合上表格 就如果你不会 我告诉你16种排封面的方法 你自己挑一种 然后比如说这一篇 这一篇全是PPT 而且还大白叶 这些东西能放这吗 就是张元老师跟你说 VI展示的排版方法 15种展示方法 你去看就行了 张元老师这样 但是我从来都不这么搞 我上课从来教课不这么教 我上课同学们听我课都是心理负担的 我都是致力于让你自己明白 你怎么他妈这么差 让你明白 我讲课从来都这样 就是很多人天天吐槽 说POP老师不教东西 都是臭氧层子 张元老师负责认真 就这区别 我说的事就是 你他妈明明知道该怎么做 你在这犯懒 你不要让我再这么懒了 你这个东西放这里边好看吗 合适吗 这边还有一个大白叶子露着屁股 这是什么玩意儿 这一张照片 这是什么玩意儿 这是VI展示吗 VI封面该放什么东西 你自己心里没谱吗 你放这个东西骗谁呢 你自己该拍什么 要自己回去琢磨去 你自己都看不下去 你给我看什么呢 不好意思 我就这么教 我就这么教 你自己想明白了 你自己弄明白了 自己自己交过来 再让我看 说老师 我自己能弄明白 我找你吗 对有同学这么跟我吵 所以其实有的人 真的不适合我讲 但是VI该怎么做 就是我致力于 让他别回头被开了 所以我的很多学生出去以后 他们能混到很高的位置 为啥 那被泡泡老师怼完了以后 怼完了以后出去 那都不是事儿 那都不是算个屁 是吧 那他们能怼着我 根本控制 根本怼不到我 都是这种 我们看一下 这里边品牌封面 就能适合做品牌封面的 就这些东西 你看这里边 这里边也有好也有不好的 这是品牌封面里边 封面我们找一个边境界 我们找手续推荐吧 手续推荐都会更好一些 看这儿 我们做了品牌的东西 以后该放什么东西 这个有车VI VI展示 你看 我们放个这个东西 同学们 我们放个这个东西 把上面东西换成你的 这块放一只手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互联网相关的 有没有 我们再往下看 再往下看 有车的VI展示 这一页 可不可以 这一页 可不可以 再往下看 就是 这个东西 就是 你做每一个东西的时候 我就要求是什么 我就要求是什么 我就要求是同学们 就是我们做东西的时候 你就记着这个原则 你就记着这个原则 你记着什么原则 就是 等会我看我这个切屏是怎么卡了 这个丢 有点丢针 我知道你们 不是你们的事 我这有点丢针 有点丢针 是 我知道几秒钟卡一下 现在这块 不知道为什么延迟 延迟上来了 没事 稍等一下吧 这边 我这边录像应该没问题 我们就先 先继续说吧 没事 不好意思 听我说一下 这个 等着回头看回望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做这种东西 其实很简单 怎么做呢 你就记着两个原则 两个原则 就是 如果你想明白这个原则的话 你这么想 如果你想明白这个原则的话 你这么想 就是 这个PIN一直上下 上下 上下 可能过了这段就好了 有人在上传东西 好了 应该现在好了 稳定了 刚才不太稳定 又250多了 这个PIN一直上下 好吧 同学们 你听我说 这个 听到声音 是吧 听我说 没事 能听到声音 听我说吧 好 就你记着两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就是 你可以理解为 你现在在给你女朋友 再去做 再给一个 你想 你想追的女孩 再去做设计 你再给她 在你给追的女孩 这句话说了挺夸张 挺嚣张的 而且挺傻逼的 我知道有很多人会断章取义 但是也容我把这话说完 第一原则就是 充满爱意的去做设计 什么样的充满爱意的去做设计 什么叫第一个原则 充满爱意的去做设计 什么叫做 就是我做这个东西 是我任何时候 看到更好的东西 我都要去代替她 我能给她 就给她最好的东西 明白吗 充满爱意的去做 别充满恨意的去做 什么叫充满爱意的去做 就是 如果我做完这个以后 我再把它送给某一个 比如说我做完这一篇 我想送给一个女孩的时候 我心里去想 她看到这个东西以后 会怎么样呢 哎呀不行啊 这个东西还是不太完美 我再把这块再修一下 我把那块不太完美 我再修一下 你要有这种想法去做 你不会去想到什么东西不对齐 你会仔细去打磨 这第一个 就充满爱意的去做 第二个 把自己姿态放低 把自己姿态放低 永远以学生的心态去做设计 充满敬畏的去做 什么叫充满敬畏的去做 让学生的心态 什么叫 就是我不擅长做这样东西 我不会做 对于我来说 我也是 到今天为止 我去做什么东西 我也是 我认为我不会做这些事情 我不擅长 怎么办 怎么办 很简单 我们找参考 我们看看别人怎么做的 我们不用做到行业里边的最好 但是我们只要做到行业里边中游 或者不至于在行业里边最差就可以 我们能看到那些好东西 然后我们学到这些好东西 不就可以了吗 我知道这边有点卡了 实在有点卡了 稍等一下 我停止一下推流 我再推一下好吧 我停止一下推流 我再推一下 好吧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刚才停止一下推流 我再推一下 现在还是有点卡的话 我们监测一下 我知道 停止一下推流 不好意思 刚才刚才重新推流 重新那个什么 推了一下 这个网确实是问题 网确实是问题 我们再研究研究这个网 好吧 这个确实讲到 讲到最关键的时候 然后网出了问题 这回应该就不太卡了吧 刚才断了几下 现在应该还好 我看了一下监测还可以 听我说 好 第二个 就是 你听我说 就是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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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有的时候我在跟 我正好这个冷静了一下 是吧 这个 这个冷静了一下 然后我也跟你们 正好也是细细说一下 就是 像素范的精髓 像素范的精髓 叫做超加改 像素范的精髓 叫超加改 虽然很多人都吐槽这件事 就是超加改这件事 但是我也把这话 再给你说清楚 超加改没有那么简单的 它不是说 你把脸放下来 你就能学会 像素范的精髓了 像素范的壁脂菌 像素范的大神 像素范谁谁谁谁 都是超加改 他们弄明白 我所说的事情了 超加改 你问问这些牛逼的 这些大神们 很厉害这些人 出去这些闯明的大神们 他们不知道 什么叫超加改吗 超加改 首先第一步 是脸放下去 就是第一步 最简单的 然后 你得有大量的审美 非常的 非常强的收伤 然后 得有非常平和的学徒心态 这个优秀的技法 能够护航你实现 最后 最后有一个 这个就是充满爱意的 喜欢设计之心 你最后就能做成这件事 挺简单的 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心法上 什么叫绝大多数都是心法上的 这里边我给你们讲的这个东西就在于这了 就比如说 比如说 你看有的时候我在跟 我在跟凤仙在说的时候 就咱们廖大仙同学 凤仙同学在去 在去做这个抖音的时候 我也跟他说 就那我做抖音 现在怎么能做好呢 为什么做抖音 现在没有粉丝呢 我们做小红书 为什么没有粉丝呢 我们做这个东西 为什么没有粉丝 我们做这个 做什么东西 其实都是可以抄家改的 你要去看行业里边做的好的东西 你要学它 你要模仿它 你要不断的往上去推进 你要不断的把自己姿态放低 在任何时候都充满敬意的去往前做设计 我这里边说 什么叫抄家改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就拿这一篇来说 这是一个项目介绍 有车以后的工作内容 刷牛金融项目总结 运营设计 其他VI展示 那么这个同学在这一篇的时候 起码他就不知道什么叫抄家改 什么叫不知道什么叫抄家改 这一篇他想用封面 他想用个封面 如果我是他 我去做设计的话 我该怎么做 我就会打开 对吧 如果我是他 我会怎么做 我就会打开战库 然后比如说我在这里边找UI UI这里边可能会有游戏 UI什么动效设计 闪屏 闪屏壁纸 那这些东西其实就是 比如说你看这个 这就是运营设计的封面 这个时候如果你点首页推荐 它有很多的这种封面 可以去考虑的 你看 有很多封面 可以比如说这里边找到网页设计 网页设计 主题皮肤 对吧 不是不是主题皮肤 网页设计 运营活动 专题活动 专题活动 在里边我们点开首页推荐 那这就是比较比较好看的封面 好看的封面类型东西 它用于我作为展示的封面 是非常好的 是吧 它用于我们 比如像这个 作为这个 如果把这个东西踢到这 是吧 把这个东西踢到这 它跟这个封面踢一下 是不是就好很多 这个是不是就好很多 这个同学明显一看 就是他也经常上战库 所以他这个东西 用的是战库的封面感觉 但另外几个就没有用 所以 所以这个并不是说 所以这个东西并不是说 他不会抄家改 而是他想不到 其他几个也需要抄家改 这个应该是自己心里有数 排什么排好看排这 另外几个就没想过 所以紧跟着 我们说前三篇 定起评分 前三篇定起评分 前三篇就基本上 把起评分 他已经赶没了 就基本上 就不是什么好设计师了 就已经说到这了 明白这意思吧 紧跟着再往上来 到这一篇 我也是 就是我们还是说的 就是你要去看自己作品集 经常去翻 每一页作品集 你去看 它不好 它不完美 它这块不好 那块不好 然后我们来 我们来给它重新优化一下 它应该怎么才能排得更好 然后下心思 动脑子 然后你就能进步 不动脑子 你全被动的往上去累加 没有用的 好 我们再次往下看 有车以后工作总结 那这里边就有一个比较大的点 就是 这个 我们刚才说过 有车以后 这个词比较像是一个 比较像是一个 像是一个 时间状语 我不知道怎么说那个意思 它比较像是一句话 而它并不是一个 并不像是一个logo 而你这个东西 其实是你们品牌的名字 叫有车以后 那如果在这一篇的时候 你在看到它 设计师该想什么 我现在教你的是 像设计师一样 思考自己的东西 你如果不会像设计师一样思考 你只是超个套路 超个模板 学个规矩的话 你永远没办法登档入室 那什么叫 那该如何能够像设计师一样思考呢 举个例子 那么这一篇 别人看了以后 一定会认为是 有车以后工作总结 就说这个东西 等我有车以后 我的工作总结 其实不是 有车以后应该是个logo 那么logo 我们可以把有车以后的logo 放在旁边 可以把它加引号 可以加书名号 可以变鞋体 可以把它变我的品牌颜色 可以设计个字体 甚至可以把它跟我们的主 甚至最起码 我可以把它跟我们的主机色一样变红 work summary 这是一个工作总结 这两个其实是一个标题 它也是一个信息 那这个work summary 可以变小写 放在这 这一行小行 小字 或者把这个放这块 作为提示小字 把work summary往上提 把它分开一些 有车以后 这边紧跟着接个版本号 是不是可以 对 我现在讲的事情 听我说 我现在讲的事情 无关乎一个模板 我们同学想的是 老师你告诉我模板在哪 我现在想抄模板 我求你了 可以抄模板 但如果你不会像设计师一样思考 你抄的都他妈是狗屁 设计师一样思考是什么 设计是解决问题的 你老是懒得去看这个问题 你也没有敏锐的发现问题的心 你也不想去解决什么问题 你他妈就想片份工作就得了 你别吃设计这碗饭了行吗 你去获获别的行业 你看看隔壁 隔壁其他的什么 什么这个销售行业 你去获获那些行业不行吗 你别来获获设计这家行业不行吗 设计真的是解决问题的人 你问题你也不看 你瞎几个往上放 你说这 所以 就是你的这个 这个还真的是 就是你动了脑子 在不同点 然后我们再往下说 我们紧跟着再来这篇说 那么这篇里边 比较关键的点在于什么 就是 虽然你的去改版 你看有车以后工作总结 这个人一看 比较像是一个工作总结了 你看车友问答业务板块 话题详情也改版 这个很好 但是这里边 这是有一点点东西 有一点点东西就是 泡宝已经发现 是干好设计 还是要源于热爱 对 本来就是这样 本来就是 我倒不觉得 一定要源于热爱 起码你别烦他 我们见过很多同学做设计 是带着恨做 就他真的 真的不喜欢做设计 我有时候在跟很多同学聊的时候 我也是致力于解决他的心理问题 我经常有跟他说 我说你真的不喜欢做设计 你为什么要做设计呢 他说赚钱 这种人就会特别痛苦 你知道吗 这就好像是 这个 你懂吗 强扭的两个人一样 痛苦 好 继续往下看 再往下这边说 这边这是一个小的建议 这是小的建议 就是如果你这是一个实际的工作内容 车酒问答业务板块 我强烈推荐你 你用照片 用到这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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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到头了 用到这种照片 到头了 尽量不要放这种照片 不用放这种照片 不要放这种照片 不要放这种照片 让人会感觉到 在这一篇 让人会感觉到 你做东西特别的不落地 让人会特别感觉到 你做东西不落地 他会觉得 你这个东西是个概念稿 而你这明显是一个实际工作稿 所以这一篇 车友问答这块 我建议你放个banner 放一个文字的banner 这个东西 这一篇极其无敌的不banner 为什么 这个东西 用户在点击进去之前 他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所以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的banner 一定是承载着大量的文字的 它肯定不是这样的 你转换到用户之心 转换的一秒钟 你就知道这个东西肯定不行 因为咱不知道是干嘛用的 咱就没有点击量 就没有点击量 好吧 继续往下看 继续往下看 你看这个 车友问答需求改版 车友问答改版需求 这个里边我建议 就是你像这个东西 如果你这里边这个字 用的是居中设计的话 你看 而且这块有一个 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 还是我们 我们在做这种设计的时候 就脑子里边 我今天是尽量 跟你们多说一些 关于设计相关的东西 你看 就是我们在做这种设计的时候 你看 我这个人 我这个人不是说 不是说没事找事 不是没事找事 也不是说 我有什么像素眼 不像素眼 这个东西 咱们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而且是很多 很多的这个人 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他不是说 就是他不是说 需要多少的能力 跟多少厉害的 就是说句真心话 我没干过UI设计 我没干过UI设计 我比很多 我比很多UI设计都要差 我也没做过这个相关的这种设计 设计的一种工作 所以 所以我如果 如果连这个胖子 就这种人 就是这种没干过设计的人 他都能 他都能 知道这里边的这个区别 他都能看到这里边 不对齐 不居中的这件事 那我相信 那我相信面试官也能看出来 那我相信面试官也能看出来 就真的是 就为什么要不居中 为什么要不居中 不理解 而且你明显是一个 居中对齐的一个排布方式 你为什么这个字要左对齐 为什么行间拘留这么大 为什么 为什么要放 这个装饰的这个园 他这个装饰园 到底用来这边用来干什么 他为什么要这样装饰一下 比如说我这里边 这边放 左上角这个地方 加了一个logo 然后呢 这个为了平衡画面 我在这边装了个装饰园 行吧 就是我想说的这个事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们做设计一定是带脑子做设计 就你每一个设计 你每做一个设计 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要想一下为什么这么做 你要想一下为什么这么做 就什么叫为什么这么做 就比如说你为什么要往这边加这个圆 他是 他是干什么的 往下看 然后我们再往下说这个before after 哎呦 这个等一下吧 我看一下这个直播这个问题 稍等一下我让那个什么 我让那个让我们同事帮忙看一下 稍等一下 好不好意思啊 这个这个 我知道我知道卡 我知道卡 没办法 这个 咱们这个网有问题 哎 我看一下吧 我看一下吧 这个这个 我知道你们这边这边卡 肯定卡 因为我这我这监控里卡的不行 我这块卡的不行 我这块 往整个都是崩的状态 这个很抱歉啊 同学们这个 这个一会儿红一会儿绿一会儿蓝的 很抱歉 很抱歉 不行看看 不行看看这个录播吧 这个我先继续往下讲吧 好吧 我们继续往下讲 然后如果声音顺的话 我们就先先先声声音 我回头想办法换个网吧 然后我们在这边说 因为重点还没说到呢 然后我来说这个 before after before after 这个同学做的这个 应该是一个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实际项目 然后他这个before after改的也还是挺好的 就是这个里边左跟右的这个真正的改动还挺好的 然后这个光鲜换一下吧 行吧 不行 没事下午看录播吧 好 这个希望这个谢谢大家理解 谢谢大家理解 然后这里边before after 他里边这个对比其实还OK还还挺好的 他两个改动 但这里边比较大的问题就是 其实呃如果没看错的话 这个你看这里边这个 呃 问答哦没有那我看错了 车友问答全部 有悬赏 你看啊就是啊那我还真的没看错 全部 嗯 就是 这一篇这一篇这两个这两篇就这两篇就这两篇就这两篇应该是这块这两篇它是一样的这两篇一样的这个多做一下吧这里边before跟after这个页这一页应该也是也是实际的项目 然后我建议你去做想去做改版的时候我建议就是呃我我我我这里边说这个事就before after这里边的改版 你到底改了什么 然后你的思路给他做清楚 这两页放在这儿啊 他基本上呃不对应的 就是就是我经常说他没有产品思维 什么叫没有没有没有产品思维呢 就是他这个真的不知道他现在在他现在在在在在推进什么东西 我们现在还有半个小时才能讲完呢 我先停一下录像吧 好继续啊这个确实抱歉抱歉 然后我们赶紧继续说吧 那今天我稍微稍微再说一点点 然后这边我先拉着before after来说 就这个同学做的before after是不ok的 这个同学做的before after是不ok的 before after要有基础模块的对应 他不能像他这样 他应该是直接直接截了一张上线的图 然后直接放这里边就去进行这个基础的这个这个改动了 但是这个其实改动 首先我们不能明确的看到原来和现在到底好在哪 到底好在哪 你思考你改了什么 你的你的优化点在哪 事实上我告诉你 事实上我认为这个原来设计还要比原来的设计要比现在这个设计还要好 甚至原来是小程序 现在是一个界面 而且现在界面还有sketch 如果你只说这张图好的话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而且这个这张图就这个部分其实还挺差的 就是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就这一篇他有可能是 这一篇是一个上线的实际截图 从这里边乱七八糟的他直接截图 而这个东西呢 就是他自己去做了一个设计 所以这个before after已经已经错到不能再说了 就这个before before你可以做after 这个可以做before 就是你说这个是他改动的 他这个里边所表现的样式更多 然后信息区分层级更好 然后这个设计更新颖 而且颜色用的更肯定 什么都很好 就这边就真的还不如这边呢 这个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改的 这个完全不是改而是毁掉了 紧跟着再说 这官方悬赏 官方悬赏已解决 这个很好 就这里边他做了多个交互形式的改动 这个很好 这样事情是对的 但是我不太推荐你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就只是去做 就比如这一篇里边 你只是加了一个这个玩意儿 官方悬赏失败 这个只是在上面加了一个已失败 相当于你这几个改动的区分点 几乎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分点 几乎就没有什么太多区分点 只是排量 就是我们经常说 你要做东西怎么做呢 很简单 比如说你这里边 你看这里边你真想去做 那五个回答 这边五个回答 这边比如买车大众本田 那这边大众 如果大众最近正在推出活动 那我该怎么做 那可能会标准 点开以后有个跳转大众页 然后旁边再给他展示出来 这大众的单独页 答虎秀网这个答 虎秀APP 虎秀APP的答 那答这里边悬赏问题回答 那再有五个回答里边 这是优质答 那另外几个答案在哪 或者说等等多少个字 写清楚 然后这里边悬赏多少多少元 你看这个官方悬赏多少元 悬赏多少元 这个还挺好的 两个东西 悬章想进失效 然后失效里边 它会不会有个小什么动效去展示 分几步它去展示 这个再无回答这件事情了以后 有没有什么提示 你建议你来回答 等等这些事情 我就不停了 我知道现在咱们还是卡 然后我就直接就往下说了 我直接往下说了 不停了 然后继续 然后这块 那这块的问题就是 这个其实我觉得它的这个问题 它的这一页面 还是按照before去往下做的 还是before那个页面往下做的 就是 它不是那个after的页面往下做的 而且就现在这个东西也看不太明白 看不太明白 另外像这个地方加这个小装饰 这个效果真的挺差的 这个挺糟糕的 它会干扰到我们前面这个视觉信息 被邀请的回答 它到底怎么用这个部分也不知道 继续往下看 业务话题优化 就是 就是你现在到底做的是一个小程序 还是一个 还是什么样的东西 那这个after这一页 这一页直接砍掉 我觉得你没有这一页 后边还能说通 你家这一页特别奇怪 你家这一页又没有小程序 这个功能 这个返回的功能 就你一会是小程序 一会又不是 你这到底是不是个小程序 这是干嘛的 不理解 一会是一会不是 不理解 像这块也是 推荐这里边加上这个图片 这个底板 其实意义并不大的 而且它 这个还能 你家这个框 其实浪费可以排布信息的空间 你何必呢 就是在讨论一二三三种设计风格 我不知道它这一篇用来干什么的 话题业务优化是怎么优化的 就原来是这样 改成现在这样吗 改动了什么 就只是把这个地方改了 不过这个地方改的是挺好的 之前这个太浪费空间了 我看不明白 他这集要干什么 就连着这集 我都看不明白干什么 就连着连着这集 我看不明白他要干什么 这是哪个是他改动的 哪个是他做的 做了改到哪 不知道 这边也不知道 他是干什么的 就是作品集给到面试官以后 面试官的感觉是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就是这是哪个是你做的 这不就把这个页面往下拉一些吗 这 而且这个banner也太糟糕了 放这干什么 这什么什么破banner 然后紧跟着来这个空状态 卧槽 这集我都觉得只能用灾难来说了 这集我只能用灾难来说了 就这集的存在 就这集的存在 我都觉得如果是面试官 面试官 天哪 这集的简直是灾难 这集的简直是灾难 不是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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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画的一个东西 同学们 你们看一下这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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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百分百 看了吗 看见了吗 你看见这个了吗 我这 这我都觉得就这一篇存在 我会认为我这一篇存在 我会认为他所有东西都是偷的 都是都是偷的 只有这只有这个他做的 其他都不是他的作品 就你作品集的下限会让别人觉得 原来你的设计实际是这样的 不是这这不是细节 这不是细节朋友 这是你一眼就能看到的 天哪 你们一眼没看到这吗 这不是细心不信心的问题 是这这一篇直接说明 他根本就不会做设计 他根本就不会做界面设计 因为因为只要你会做界面设计 你是不可能这种东西最后返回的 你这一篇放在这直接就证明 你前面全都是抄的别人的 这一篇才是你的真实实力 你知道吗 这个疯了 我操这一篇 这一篇 我靠 这一篇真的太要命了 太致命了 这个这太致命了 你前面放那么多的没有用 别人会认为这不是你做的 这个才是你做的 就你连返回六图标 到底什么样你都不清楚 连这种这不开玩笑的吗 这不开玩笑的吗 这是这样的吗 这不开玩笑的吗 这两个WiFi是什么意思 这个离这么近 这不可能 而且再说这个符号 这个形象 这个形象是什么形象 它是跟什么相关的 你这个东西为什么有这个形象 去商城逛逛 就是不可能空状态是排成这样的 不可能是这样 这个 哇 这个这一篇 这一篇如果 这一篇如果不去掉 能过面试 你过哪家公司 你跟我说一下 我把这家公司 从相思犯这个毕业生的黑名单 天上黑名单 这种公司真的不敢不敢去 这什么破公司 这总监如果连这都没看出来 这种公司也真的没法去 真的疯了这种公司 好了不在这边多说了 真的 这个 这个真的是 这是送死相 这是送死相 这是就是你不想去上班了 你瞎闹的 你放这一篇 这是送死相 天哪 这怎么 怎么可能设计成这样 这一篇同样的问题 我说过 我不想再说了 什么叫感觉不像上线的 根本就不是上线 这里边同样的排版问题 我刚才讲过 现在不讲了 同样的问题 我刚才讲过 现在不讲了 紧跟着我们说这块 这块没说的 用户人群画像 到现在我来说 这个东西 刚才那个东西都不是实习生能做出来的 实习生做成那样都不行的 这里边的问题 我喝的是无糖的 不是普通可乐 这个无糖 零度 无糖 然后这个排版我们就不说了 视觉层面 我刚才讲过一次 现在咱们就不讲了 视觉层面刚才讲过 没对齐就没对齐了 我不说了 就是咱们说这个东西就算了 这个视觉你需要自己去把握 同样知识点 我不说两遍 但是我们紧跟着说来 我建议同学们 咱们去做这种设计的时候 一定 就别放那些你不懂的东西了 或者说比如说这个人群画像 比如说旅程地图 比如说竞品分析 如果你不懂 你就别放了 如果你懂 你不是看一篇文章就懂了 你认真去研究一下竞品分析 用户画像 你多读 就是以人生交产品经理举例子 你读十篇以上的文章 做好笔记 然后你再用 如果你不懂 你别用了 这些放到外放到外头都是问题 都是问题 这个非常大的 非常非常糟糕 就是你这个用户人群这里边 这个30岁中型饭馆经营者 31岁科技公司合伙人 32岁公司白领 就这种 就这种 这个真的特别糟糕 我知道你们很想去做金融类东西 它很体现你的设计实力 但是你这种竞品分析 这种用画像分析 真的没用 真的没用 就特别套路 别人一看这个 这就是套路型的东西 就不理你了 紧跟着我们再来 before after 这个有一说一 before after改的还可以 before after改的还可以 就是基本上能做到我们 我们之前说的那个 那个那个点 就是你既要大改 又其实没怎么太动 就里边的功能 其实你可以看到改了不少 然后但是 其实里边又没怎么太动 但是它还是基础设计能力的问题 基础设计能力不行 导致现在的问题 但是我经常说什么叫产品思维 我再回头再跟你们说到 刚才我讲的这件事情 就是我最早的时候 我跟他说的一点 就是你看 就是什么叫做产品思维不足 产品思维不足 我这里边跟你们讲一下 什么叫做产品思维 就是跟京东金融 这个套个样机 这个视觉我先不说了 我就说 这个就什么叫做产品思维 产品思维呢 其实请就是在里边 产品思维有很多种 数据复盘 我它这里边肯定不带 组电话思维 它后边有 还是有没有 我不知道 来我们说一下产品思维 产品思维在这里边很简单 产品思维啊 你可以把它 它有很多种思维方式 都是产品思维 产品思维一个点在于什么 产品思维 包括这两边产品思维 你可以把这个离 跟这个分开 产品思维和体验思维 明白吗 你可以把这块 同学们听我说 这是我独一家 只有我这么讲 但是这是我的一个小思路点 但是这个不一定对啊 我说说我的观点 就是产品思维跟体验思维 我一直说 产品经理站的角度是什么 产品经理站的角度是什么 产品经理站的角度是 是公司盈利角度 这个体验思维站的角度 是用户使用 使用角度 这两个是两个角度 听明白了 产品思维 在里面我们谈到产品思维 其实也是 就是你们的产品 遇到了什么问题 你为什么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你有什么解决问题的 这个方法论没有 然后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你们的产品在这个阶段 在这个时候 你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 就是你的产品得有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是针对于你产品的问题 所以明白这意思吧 就是产品 产品思维 对弹幕咱们上 没事 他们弹幕 弹幕咱们那个录播的时候看不到 他们弹幕有些恶意的弹幕 我就不读了 我就不读了 这个小伙子没错 而且人家年纪轻轻一个小伙子 咱们在教本事的时候 就是都走过这个经历阶段 不要说那么恶毒 对吧 不要说那么恶毒 但是听明白 而且你们说这个东西抄京东金融 抄京东金融 那抄了什么东西了 京东金融还抄淘宝 还抄支付宝 支付宝还抄国外的产品 很正常 抄不抄这个事情 不要在我直播间里说 抄在这个在我直播间里边 从来就不是一个贬义词 听明白了吗 你们要是去其他直播间里边说 这个人抄了 怎样 你到我这 我毫无拨了 毫无拨了 抄对的 为什么不能抄 为什么不能抄 抄挺好 我现在谈的是抄的好不好 为了自己的产品方向服务 你去抄别人 比如说微信 把所有的对话框在下边 我的对话框输入框也在下边 做的好 牛逼 微信 对方说话在左边 我说话在右边 我也是左边右边 没问题 大小自体样式 全一样才好的 那叫有敬畏之心 那叫致敬 非常好 没有错 一点错都没有 你在用户体验这方面 你去做跟对 跟另外一个产品几乎一样的表现形式 一点错都没有 一点错都没有 我是坚定的拥护者 我一点都不觉得这是怎么样 好吧 我们继续把它说 那我再说回来产品思维 我再说回来产品思维 就是产品思维在这里边一定 他为什么没有产品思维 就这个产品到这块改动 比如说你看 白条小额贷款基金理财更多 刷宝基金会财高端理财更多 你为什么要改成这样 你的这个字 你为什么要把它放在这 昨日收益 为什么要都把它左对齐 你这个卡片 为什么从原来的两个卡片改成这样 就你的 你看说这个显示金额状态 隐藏金额状态 采用大卡片摄影机 显示更多按钮提炼什么 我们去想我们前两天 在京东里边讲的这个东西 我们记着我们之前的时候 在京东 京东里边讲的一个东西 就是 我稍微拖一小会 稍微拖一小会 这个我们稍微说一下 这个前两天 我们在讲京东APP9.0升级 这个部分 我讲了这篇文章 同学们也推荐 同学们去看一下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里边就讲到了 很细 他们为什么要去做9.0改版 他到底去解决一个什么样的产品诉求 然后他怎么把这个产品诉求落地到视觉方法去解决的 最后怎么用非常新颖的方法来解决了 产品思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首先要知道你们产品问题在哪 它一定是一个竞品环境 这个产品背景产品功能产品产品产品发展阶段 在任何发生变化之后的一个诉求 你的设计是为了辅助这个诉求而存在的 如果你没有这个诉求 你也没有提出这个诉求 你的设计是不需要改版的 所以你可以说从这边改到这儿 你也可以说从这边再改回来 我比如说我把这个质感都去掉了 我改成这种扁平的 可不可以 可以 所以你这样改来改去 我从来这一个卡票改成两类卡票 信息可能存在更多 可不可以 也可以 你没有一个大的目标 你去做这件事情 它就不能打动别人 所以你前面这个目标如果空的 你就没有产品思维 没有产品思维 你就没办法让别人因为产品思维给你加分 听明白我的意思吗 听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是一个关键点 就是 举个例子 同学们举个例子 你看 比如说我把我的手机 我把手机扔出去 这时候我砸到一个玻璃的某一个位置了 我砸到玻璃某一个位置了 比如说我玻璃上面 123456789 10个数字 我啪 比如砸个6 你说我牛逼不牛逼 你说牛逼不牛逼 他说你牛逼屁 你不就扔个手机 这算什么牛逼 我也会扔 但如果在事先 我就告诉你 我要砸6 而且我这个角度怎么砸的 砸那个切口 这样贴过去 正好砸那个6 牛逼牛逼 牛逼 我说要干这件事情 而且干成了一件事情 这牛逼 这是你改动思路点 这是你的 这张手机能力很厉害 但你前面没有分析 你也没有目标 你也没有改版思路点 你也没有改版方向点 你就去做了一个改版 有的时候两个改版 甚至是拧巴的 就是前面是为了凸显信息 后半又去增加留白 你还是拧巴的 没有任何打动的点 没有产品思维 只是设计手法的多元展示 只是设计手法的多元展示 听明白了吗 你会设计手法的多元展示 仅此而已 这就没有产品思维 听明白了吗 这就是我经常说的 比如说你看这里边 统一的视觉规范 便于复用 采用底部底纹 增加设计感 为什么要采用底纹 我们这一次改动里边 为什么要采用底纹 我们还在其他什么地方 用这种方法去做了 没有的话 就纯是设计 比如说你看这里边 方案一方案二 before after 我们这个大版本 我们要解决 什么是我们的核心意义 我们所以改成这几个方式 你这一篇和这几篇 都是设计手法的多元展示 设计手法多元展示 就是我会给这个东西做纯色的 我还会给这个出去做渐变的 我还会给这个底板做 做加底纹的 我还会给他 就是你的 你的这一篇 这几篇所展示的能力 就是你熟练掌握 就是你熟练掌握 sketch里边填充功能的 这几个填充事 我可以用这个做 我也可以用这个做 我还可以用这个做 我还可以用图片填充做 你就是在展示这个 明白吗 你就是展示sketch的 fill的四种形式 这个加不了分 这个你只是一个基础的 设计表现形式 我不知道你们听不听明白我这句话 这就是我就跟你们说 作品集登堂入室 有没有产品思维的 专关键转折点 为什么说 老师他那个也是做了这么多个表格 我这里做这么多个表格 为什么他找个20万 我他妈找不着 为什么 为什么 就在于他在做表格之前 他说他要干什么 然后他做了这个 正好满足这个 牛逼 而你就做这个了 你啥也没说 就缺在这 所以我们就如果没有一个产品的基石在里边塌着 你后边这几篇全部的表现方法 全都是设计多样性的展示 就是你这个人设计不错 设计多样性的展示 仅此而已 仅此而已 好 听明白了吧 听明白了 我就跟你们说到这 说到这 好 但是那些东西怎么办 那些东西比较麻烦 就产品为什么去改动那件事情 你们要去读文章 去伸进去产品 你才能挖到那个宝贝 拿出来才能用 去读那些文章 京东他为什么要做9.0改动 他的所有9.0改动 他是怎么围绕他9.0改动的一个核心目标 上周我们 这周我们讲了个文章 你去看一下 求你了 别再跟我说 老师他怎么做 你去看一看行吗 我不看 你教我怎么做 去看一看 求你了 去看一看 这个京东人家改版写的清清楚楚 这周这三 那篇文章我讲了三次课 三节课才把他讲完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这里边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四 这些东西 它到底代表着什么 就为什么要做这几种方案 为什么我最后采用了哪种方案 原因是什么 所以你的探索这件事情也是 他探索这件事情意义并不大 这就是你这里边的 你从那一篇到现在 全部都是多种设计手法的改动 而设计本身的一些对齐居中和样式这件事情做的又不好 所以你就加不了分 就这几个东西包括改个人中心全部都是设计样式的设计样式的推动 设计样式的推动没有深挖到任何一个产品点 紧跟着规范规范就更是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加分项的一个组件化 运营设计里边他希望去做组件化设计 运营设计里边他想去做这个组件化设计 而组件化设计这边事情里边最关键的地方就是 组件化不是你只是去做拆分就得了 组件化要去做组件化的落地和组件化的应用 你不能脱离产品界面说组件化 你的这个东西用在哪了 就是我的这些banner这些海报这些胶囊区的这些东西 你用在什么地方了 你前面界面中有没有 事实上这里边你直接就应该加了 比如说这个东西你就可以用组件化去做 这个东西也可以用组件化去做 组件化是一种思维模式 你没有必要就一定是要做banner 我要做组件化banner了 我后边做几个组件化 但是完全不应用 或者说我就用到会员中心的卡片 这个也是非常扯的 就是你的组件化到底用在哪了 你把它用在什么地方 比如说你看丰收水桃水桃特惠 你的两个作品 一个是卖车的 一个是金融的 你什么时候做水蜜桃了 你什么时候做课程成长了 你的banner设计 为什么要设计这两个东西 这在什么时候用的 还是你做的外包项目 你为什么要往这里边放这几个 而且你这几个banner就是 这位同学你的设计 视觉设计实力很糟糕 就这里边的对于兼具的概念 对于对齐和亲密性的概念 对于插画的基础构图概念 很糟糕 很糟糕 就你的东西其实在设计层面本身 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可以去提高 就这里边绝对不是这样够的 这个就算你截图都截偏了 就这那那我都不说了 视觉我前面说完了 现在我不说了 我看我就想说这个问题 就是你的这个东西用在什么地方了 H5运用活动 它这个抽多少年的红包 它是一个甚至 我们看完这个抽多少年红包 它甚至一点品牌露出都没有 它甚至一点品牌露出都没有 这个东西是用在哪个产品上 就这个红包 我说是微信红包 是抽的是抖音增长红包 快手增长红包 什么红包我们都不知道 它到底什么活动 你很难想象一个活动 这么一个大的活动里边 它不需要增加品牌露出 连个品牌logo都不用写吗 这一看就是假的 再加上这些套路落下来 这是干什么的活动 刷牛金融是吧 它不可能放到底屏 这块一定是刷牛金融 什么要你抽红包 一定这块 下面一定加入这些内容 而且我们的运营需求里边 需求可以给需求表格 草稿也不可能做成这种 如果你真的做成这种草稿的话 你不如不放草稿 就是我们同学经常会有那种 就是我觉得我这边放一个海报就得了 紧跟着在说网页练习 别放练习 练习没有意义 而且我们去做网页的时候 我之前讲过我们网页应该做成什么 用什么样的网页去做 说明你的网页实力 这种东西它不管 它不太管用的 就包括你的那些banner 你所做的那些banner 根本就融不到这个画面去 你的那个活动页根本就融不到 你看你这个网页速的 就感觉跟小牛电动似的 特别速 你说你这种环境下 你怎么可能用这种banner 你的这种banner是设计给谁看的 这种网站上的活动页应该是什么样的活动页 你们找花瓣里边找一找 应该是很克制的 很极简的 很速的那种活动页 而你现在放这种东西 然后紧跟着来一个这样的网页 这就更扯了 这是干嘛的 就是全都是不落地 全都是不落地 这就是别人看到的 就是我在这里边 我们首先说 就现在你找工作里边 就是这些东西没有 完全没有 三个东西完全没有 就是给 也不是给渠道用的 给渠道用 给渠道用也不是这样的 就如果你给渠道用的话 那用户点击这个渠道 进入到它的这个落地产品页的话 它其实流失率也很高的 举个例子 你点开 你一个微信的一个宣传海报 然后外的里边是一个红色的页面 是微信的宣传海报 点进来一看一个是绿色图标 用户也会懵逼的 你就算淘宝的宣传图 淘宝的宣传图 也不可能做绿色的宣传图 它也肯定做橘黄色的宣传图 它的渠道其实也是为了 就360的外头的东西 豆瓣的外头东西 要不就是黑白灰消色 要不就是绿色 它不可能用其他颜色 它不可能跟自己的产品的风格 完全都是 就不一样的 不可能 好吧 这个快下课了 我们的网才平了 所以 所以现在说这套作品集 就是套路型的东西很多 但是内容深挖都不够 会员中心这些页面的这些东西 它其实全篇所展示的风 展示的点都只有一点 就是我会做不同的设计可能性 仅此而已 就是我会做出ABC 我会做出ABC 我会做出ABC 没有思考 没有组件 没有数据 甚至很多东西不落地 到底为什么这么做 也不懂 就是一个 就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作品集了 就是它挺努力的 而且很辛苦做到这儿 但是它不得要领 就是没入门 没入门 它不知道方向在哪 挺可惜的 挺可惜的 好吧 我就只能说到这儿 挺可惜的 但是去年的话 唬一些外行也足够了 唬一些 还是我说那句话 唬一些 你要说的好的话 唬一个一万一一万二的工作也可以 你要说的不好的话 但是这样的作品集 你绝对去不了大厂 40万年薪绝对去不了 三四十万吧 三十万 就是二十K以上去大厂 这要是去了 你们说我怎么死 我怎么死 我撞死 我不想活了 绝对不可能 就是你告诉我是哪个大厂要你的 我要不把这家 这个总监骂到 这个行业都他妈抬不起头来 算我输 这真的是没见识 这里边很多东西真的是 它没有那些点 什么都没有 就是全都是设计可能性 你就放这一篇 我为什么要翻出来这种类型 它到底解决什么产品问题 没有 所以就是套路型的东西很多 但是套路型东西它又没有分解 就会很糟糕 我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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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那个什么 如果是大三实习生的话 去大厂还有可能 正式工的话不可能 正式工的话不可能 就是实习生展示设计可能性的话 还是有可能的 去大厂还是有可能的 就是两三千块钱 对那还是有可能的 但是现在的竞争竞争压力来说 也费劲 也费心 万一这个总监就是为了气你 你告诉我这个总监 然后我会 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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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把他这个故事刷到卖卖上的 然后 然后我会说这个 这个给他渲染一下故事 我看他气不气到我 还是我气死他 我会把他这个故事渲染一下的 哪位总监收的 也不能这样 我不会这么干的 我不会这么干的 好家伙 人家让我帮你点评做问题 真的有公司要了 然后我还怼人公司 我疯了 不能不能 我就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对吧 那我就 那我就自杀怎样 对不对 咔 就死了 对 我错了 学艺不经 失眼了 看走眼了 我就自杀得了 自杀明智 谁也没有 谁也不是所有东西 都说的那么准 好吧 这边确实是 好 看看京东那个视频 好吧 今天先说到这 我先停一下 今天还是有点麻烦 我得